普悠瑪号出轨意外酿18死悲剧 而惊险的是当时普悠瑪在行驶时 后方还有一辆泰鲁阁号紧追 只要再晚两分半钟 就可能会发生连环撞车 还原翻车普悠瑪和后方泰鲁阁的相对位置 事发当天下午大约4点50分 普悠瑪号在新马站出轨 同一时间6234班次泰鲁阁号刚过东山车站 距离翻车的普悠瑪号只有短短大约5公里 翻车前约半个小时下午4点19分 普悠瑪驶入大溪站到龟山站路段时 调度员发现列车异常 紧张问司机有在移动吗 司机则表示列车没有动力 调度员则要司机至少滑行到龟山站 因为后方还有泰鲁阁号紧跟着 当时泰鲁阁号是慢坐状态 车上有将近400人 若是一旦追撞到前方发生事故的普悠瑪号 恐怕死伤还会更惨重 根据火车行驶的安全规范 两个车站之间都有闭塞区间 前后列车安全距离至少一公里 前方普悠瑪发生意外 后方泰鲁阁 所幸至少保持一公里的安全距离 才没导致恐怖追撞意外 记者综合报道